各位微信闲事 各位死亡善知识 我们继续来为各位探讨 洋载风水学的奥秘 洋载风水学离我们住家 关系最密切 洋载风水你不对 改过百天会有感应 祖先的风水 墳墓 甚至有着一年两年三年 才会有所感应 但是住家每天与我们在一起 都有相当相当的感应力量 所以我特别重视大家的环境 即使微信净土怎么样建设 就是我们住家环境的风水 所以风水学庭宴篇 开始了庭宴排水应苍通 现在我们好多好多的庭宴的排水 有的人很注视 你就把它轰住了 让国际的水通不了 你这种人帮人堵住水口的人会中风 一定要小心 在过去早期我们有信徒来问世 他说我家里怎么最近 说不出来 我就帮他补个卦 卦中的水绳被塞住了 我说你家的水绳不通 隔壁那一位人 他们把我们堵掉了 你有跟人家瓜果说 没有啊 我为什么堵掉 那我先生就很怪啊 你家好好跟他商量嘛 买个礼品啊 去跟大家沟通嘛 你会活啦 他回去了 就去买一些礼品隔壁坐一坐 讲一讲 拜托说 你把这个水沟清一清 你老人家身体也会比较好 手麻也会赶快会比较会好哦 这个老先生听到说手麻 关系到他自己了啦 他就 真的啦 我怎么不晓得呢 说我是研究 这个环境学嘛 那么隔壁你帮我空住了 那你的水也整个是不通啊 血管气不通 就会手麻嘛 就赶快把它弄干净了 而且他又带了水 饼干啦 还有水果啦 通了 过了几天后 那个老先生又换他 买水果来给他 我说谢谢你 我手麻都好了 就是环境学嘛 所以我们住家 这个门 门内 门外 这个排水桶 排水沟 我们都要弄干净 也不要随随便便堵住 把隔壁的堵掉 把人家的路 水路挡住了 我们会中风耶 因为我们失落得 这个就要注意了啦 这其实是风水学 所以风水不是迷信啦 而是环境学 各位微信闲事 各位赞助事 我们一定要小心 所以庭院的排水硬畅通 畅通 百事通 百事通顺啦 这是不变的真理啊 希望各位 大家要注意啊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